大家好 我是乌兰 我是真不想PK周启默 因为周启默很厉害 他被誉为中国脱口秀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光光踹墙 然后就说 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你说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几岁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不忠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忠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一段太炸了 哇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清本佳人 奈何作诚 真往上有那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余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 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盘成的 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来劲了来劲了 忽然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对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不然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你看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我跟建国 经常有那种 星星相惜 英雄所见猎腾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 知道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主任不来 来吧来实现 红杜巴也说不来 来吧 石保公尼给你 交顶格 主任说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 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 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 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 跟那个鬼咔一出来 年轻人啊 吓得四处逃赞 那个中间人 就这么看着那个鬼 就像这么 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 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镜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 站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插着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 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哪 老板也无所谓 不然咱就不是人嘛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咔穿住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 爸爸 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咔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 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你说 这比这刚才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 老板说 能加班吧 996 你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好 谢谢大家 我不来 你